最近有一件国际大事啊 闹得沸沸扬扬的 诶是哪件事我忘了 日本核飞水 诶对就是日本竟然明目张胆的向全世界公布 要排放长达30年的核污水啊 全世界都反对啊 这件事连我家的金语听到也愤怒了 但是你以为咱们这次会愤怒吗 并没有 咱们决定禁止所有日本水产进口 并不是因为我们愤怒 只是要日本他们后悔自己的决定而已 诶不用特地检测了啦 因为相信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核飞水会矿散到全世界的海洋里 也是早晚的事 所以咱们稍后也会考虑禁止所有国外的水产进口 才怪咧 咱们是谁 是龙的传人嘛 是个能超前部署的龙的传人嘛 啊什么 你们反过来指控我们排放的核飞水 有更高龙度的污染物 胡说八道 咱们所排放的核飞水 都有经过严密的处理 是绝对对健康没有影响的 而且咱们的科技进步的那么快 那么的发达 只要我们希望 随时都能把核飞水安全的射到外太空去 你问咱们为什么不生气 原因很简单嘛 咱们除了有为人熟悉的防火墙以外 其实咱们真正不会生气的原因 就是因为咱们还在国家的外围啊 起了个防水墙 把我们整个国家围起来 防止外面的海洋进入 你说我吹牛 你们别忘了 咱们两千多年前 已经做得起万里长城了 现在要起一个防水墙有多难 这根本就是咱们每个人动个指头 就能完成的事啊 你问我们不怕降雨 你们没听过我们有天幕吗 所以啊 太平洋也好 大西洋也好 喜洋洋也好 所有国外的核飞水 包括日本的 咱们完全不放在眼里 因为根本看不到 也完全无法影响咱们的海鲜 这个根本就是大好的机会 贯切我们国家致力提倡的 内循环经济啊 支持日本的国家们 看你们能撑多久 相信你们过了没多久之后 就会反过来 摇着你们的尾巴 恳求我们 为你们提供大量咱们的健康 零污染的海鲜了吧 哈哈哈哈 我就算饿死 从这家里往外跳下去 也不是你们日本的一点东西 啊 真香 哎 哎 今年的余兰节改派言了 为什么 因为那些傻逼啊 把菜市场门言全部讲光了 哎 他妈的 我还没买到哎